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别的爱好 或是使我们着迷的事物 而当一个人过度的沉迷于一些事物 也就会带来上瘾的现象 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瘾 包括了毒瘾、好毒之瘾、酒瘾、烟瘾、好色之瘾 还有看似比较没有那么恶劣的 手机瘾、网络瘾、电视瘾、电子游戏瘾、购物瘾、懒惰瘾、忙碌瘾等等 那什么才算为一个瘾呢? 当我们无法自拔地一直抓着一个习惯 或是当我们被一些事物强迫性地捆绑 不做就觉得不行时 那代表我们已经上瘾了 而有些认识我的人也会知道 我也有一个软弱 就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进到电视影里面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 仍软上各种的影的理由 和如何胜过这些影的秘诀 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十四节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各位,我们要征服自己身上的影 就要先明白影的起因 原来影是与一个人离开神 并被偶像的势力困住 息息相关的 人之所以会染上一些影 是因为他们先不能从神得满足 所以他们的生命因为没有被满足 所以便产生一些强烈的渴望 而都是在神以外的渴望 可是,无论人怎样为这一个事物着迷 上影,那都是虚假的满足 因为人在不认识神的光景里 才会让一些影来取代他们心灵里 原本只能被神的爱满足的地方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的 我们都无法自拔地一直犯罪 所以,每个人都软上了不停犯罪的影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论断另一个人 另外,人会软上一些的影 有时是因为要逃避一些的事物 或是要寻找暂时的一些解脱 比如,因着一个极大的痛苦 而要寻找麻醉自己的方法 或是要忘却工作的压力 逃避人际的麻烦 或者因着某些失败、控告而自暴自弃 以致什么都不想做 只想盲目地放纵在自己的欲望里 等等 其实,叫人软上瘾的原因 也包括了孤单或是很无聊又闷的人生 各位,我们如果不与我们的罪影征战 逐渐地,这罪影必会破坏我们与神 与自己与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被一些私欲冲昏头的人 是慢慢会产生很多合理化的借口 来支持自己继续留在那过瘾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不控制他的罪影 那个罪影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以致人慢慢地失去意志力 来对抗那瘾 到一个地步,上瘾的人必定会封闭起来 不敢,也不想向人承认他们的瘾 也越来越没有坦然的心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 渐渐地,他们也会以他们的瘾来给自己定行 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毒鬼 是一个电脑迷,是一个购物狂等等 其实,长期被罪影锁住的人 最终必会轮到极其孤单的光景 但感谢神,虽然人对罪影的力量无可奈何 但神给了我们应许 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使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的主 提多书二章十一节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写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前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前度日 那以福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也说到 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 哪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诵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各位,原来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 所以,要征服我们的罪瘾 我们先要遇见神 当我们灰心痛苦或觉得无聊时 要寻找正确的帮助、满足 而不是投奔其他的偶像 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我们认识神有多么爱我们 而被他满足后 才不会觉得缺乏、痛苦、孤单、纳闷 所以才不会想去找另外的解脱 当我们恢复感谢神的心时 罪瘾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就减少了 另外,圣经也叫我们不要醉酒 所以,我们要小心外面、世界里 容易叫我们上瘾的文化 当我们长期的接触 无神的文化 便会产生一种脱明现象 就是对撒旦的陷阱 罪的诱惑不是那么敏感 比如,以前我们会对男女之间的距离敏感 但是,当这个社会对此越来越随便时 我们的敏感度也跟着受影响了 因此我们要提防 因为我们失去敏感 就不能切实地抵挡罪瘾的来袭 圣经说,我们要自首,敬虔度日 这就是说,我们要刻意地节制 没有刻意,就会大意 大意地掉入邪灵试探的陷阱里 那最后,我们要用诗赃 各位,我们不能靠自己一人 征服罪瘾的 所以,我们蒙恩的肢体之间 要尽量制造一个安全开放的文化 让人能放心地把自己内心隐秘的罪瘾 都透露出来 让肢体彼此怜悯,彼此待导 绝不能彼此控导 而当肢体之间继续以蒙恩的话语 应许和爱交流时 人从罪瘾释放的事 就会逐渐成就出来 弟兄姐妹 也许你或是你所爱的人 正在被一些罪瘾缠绕 不要放弃 神的大能会把我们拉出来 但我们要继续刻意地与罪瘾征战 愿各位都在主里 恢复真正的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